香港人每年給這個東江水是50億 是完全是送給大陸廣東山政府 如果50億的收入 它是可以收到30多億的月份 是非常之誇張 絕對是暴利 Hello 大家好 我是袁凱文 消委會委員 還有特區財經分析師的資格 今天就是正正想將這兩個身份 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事 就是東江水 香港人是對大陸的貢獻 而這個貢獻經常被人反過來 說香港人應該要感謝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知道 所以在這裡呼籲大家 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留言讚好 以及分享給更加多的朋友 特別是那些 經常說我們要感恩那些朋友 先簡單說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用了很多東江水 其實這個是六七十年代 因為水災等等的情況 香港人其實當時港英政府 就跟大陸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協議 亦都發覺 因為那時候很窮 大陸政府就發覺 都是一個挺好的收入 所以一直以來 都是維持了這個比較長期的協議 但是我想說一個比較大的專業點 就是回歸之後 1997年就回歸 1998年就在這個亞洲金融風暴 當時廣東省政府就差不多破產了 就是這個越海投資 他有很多 簡單一點就是財政管理是失當的 很多位置 就是太多的不同的債務 有很多不同的管理 當時因為差不多破產了 很多債權人就要逼他了 當時的一個總理朱鎔基 就叫了王岐山要去廣東省救貨 救貨就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太多的資不低債 就是準備要破產了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 看看怎樣救這個越海投資 現在的股票市都在這裡 那個號碼是270 那怎樣救呢 其實坦白說 就是要將一些有價值的資產 就射進去這間越海投資的公司 讓那些債權人就相信 你長期都是有錢還的 有能力還的 所以我就接受你一些 重組債務的協議 那其實核心的資產 就是供給香港東江水的港深 這個供稅這件事 那這個交易呢 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想說呢 這一本書呢 其實就是以前在布殊年代 小布殊年代 做財政財長 Henry Paulson 他當年呢 就是在這個高盛 也都是幫忙促成這個交易 跟王岐山那樣去談 一直以來 那些債權人都是很不信 大陸的政府 還有呢 坦白說 當年都是兵方蠻亂的 有些遲一個金融市場 是很差的 那當然 那時候跟現在比是差很遠的 但是呢 那時候其實都沒有什麼人 相信政府是有能力去做 但是到最後呢 當了這個東江水協議 放了下去呢 其實呢 那些債權人就立刻收貨 但是為什麼會收貨 都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你放些東西就收貨 這個債務協議呢 其實就是 背後呢 都涉及了 香港政府 跟大陸 簽了一個三十年的 公宵協議 就是保證我這三十年 都是會用東江水 那我們做財經的現金樓 其實都是用利潤收入 去計算它的價值 那當年一個三十年 也是一個很高的收入 甚至很高利潤的情況下 那我當然是接受那個安排 那但是 當時我相信 就是董建華都有幫忙 一起去簽證協議 還有當年呢 除了這個協議之外呢 其實我們政府呢 當年已經是有些財赤了 就是香港政府 還有一些免息的貸款呢 就是去做一些鋪設的稅盤 是借給月海投資的 所以基本上呢 是著數到爆炸的 我正在說的是大陸政府 而去到今天呢 為什麼我想再說呢 其實呢 每年呢 今天呢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立說人呢 其實每年呢 是給了50億的 這個 就是廣東省政府 或者這個月海投資 而他們的利潤呢 其實是很誇張的 我們給50億收入呢 他們利潤是差不多收到40億的 如果你看到最新的財務報表呢 他的利潤呢 就著東方水利潤呢 是39.29億 絕對是暴利 我們有買東西吃東西 租成本 其實你是可能賺10% 20%利潤已經是很好 但現在說的 如果50億的收入 他可以收到39億的利潤 是非常之誇張 而這一個呢 我覺得更加諷刺呢 就是佔了整個月海投資 就是這個270呢 他們總利潤 稅前利潤呢 是差不多接近六成 就是其實基本上 這間公司呢 其實是不不思進取的 基本上呢 落成的利潤呢 都是靠香港人 其實香港人不是很想復老的 是政府是不斷逼我們 去做復老的 那這一個呢 我覺得是絕對需要呢 是嚴正視聽 是要更加多人知道 其實我們根本就在益 即是廣東產政府 就不是說那些什麼 什麼答謝啊 而那些個案有很多爭議 就是包括這個 什麼什麼統包總額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買了這樣的糧 因為一定要保障香港有這個供水 其實全部都是廢話來的 香港一向都用不到這麼多 用這個所謂一定要保障香港 這麼高的 就是比較排優先 或者比較好的額呢 正正就是要 割你50億的藉口 那所以這個 這個協議是絕對需要檢視 而我很擔心就是 就是現在政府偷偷地 就是出了一個諮詢報告 就是說我們的東風水 接下來的2040年都不應該變了 就是好像呢 不會再大力開拓一些海水化碳 或者其他另類水資源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行的 任何一個地方 水資源這些核心的業務 其實絕對要有一個自給自足的能力 所以我相信呢 這個呢 香港人一定是要給更加大的壓力 政府呢 也都是要給更加大的壓力 大陸呢 是要令到我們呢 更加是發展香港的水資源 其實坦白說如果用一個就是 國家的 或者整個大中華或者廣東省 其實我們有多些水資源都是比較好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間 其實有時間 就是新加坡有些作用的水 都是比較能夠自給自足一些 有些時候 當馬來西亞的水不夠的時候 它可以反賣回頭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水的能力 而不依賴東江水 其實對整個區域 是絕對是更加好的 即使用大陸經常說是那個大灣區的概念 當你水資源 我們都能夠自給自足 是大家都做到 其實那個效果是更好的 所以只依賴東江水 其實不單止令到香港的 意格能力低了 亦都令到越海投資 廣東省政府是更加不思最最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改的 到最後 再次希望大家 是要記得 其實我們這個 香港人 給這個東江水 是每年50億 是完全是送給大陸 廣東省政府 當中有40億的利潤 他們在財政報告 這個公開的文件 已經是交代了 10年就已經是會變成500億 而講到它的估值的 今天都只是900億不夠 其實另外一個逐筆 當然是會買回來 或者怎樣 這個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怎樣都好 我想說 我們再是這樣 每年給50億 是絕對不值 是對整個經濟環境 或者以至是對大陸的實力 其實都是完全沒有幫助 所以這個協議 是絕對需要重新的顯示 這個是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將這條影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朋友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都歡迎大家留言 我很樂意詳細解答 去一些譬如財務目標 更加多的資訊 多謝大家